字幕提供 好我們前面呢介紹完了 Young's Modules 跟 Shear Modules 之後呢 我們這邊介紹另外一個固體的彈力係數 就是所謂的 Bulk Modules 那 Bulk Modules 講的就是說 當你的固體呢 感受到一個壓力改變的時候 比如說壓力增加了 那它體積改變的程度多少 所以說呢這個 Young's Modules 它代表就是說 你固體呢去抵抗這個物體 因為壓力改變而導致體積改變的一個程度 好所以定義很清楚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就是說 這個固體所受到的硬力是多少 所以這個硬力呢基本上就會跟壓力是有關係的 好那當壓力改變的時候呢 它的體積就會改變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的 Stress 呢 等一下放進去的就是壓力改變了多少 那我的 Strain 呢這邊就是個 Fondance Strain 因為呢當我的系統有一個壓力改變的時候 比數壓力變大 它的體積呢就應該會縮小 那我們問的就是說這個體積縮小的改變比率是多少 這個呢就會是我的 Fondance Strain 所以我的 Fondance Strain 的定義呢就是 V 分之 delta V 所以我現在知道了這兩個量之後呢 我就說我的 Bulk Modules 的定義呢 就是 delta P 除上 delta V over V 但這個地方呢有一個負號 我們來每一項稍微看一下 所以很明顯呢這個 delta P 呢代表壓力的改變 現在呢壓力變小了你會期待呢體積是增加 或相反過來壓力增加的時候呢 你固的體積呢應該是縮小的 那為什麼前面要加一個負號呢 那這負號來源就是要確保說 我們這邊算出來的 Bulk Modules 永遠是一個正 大於0的一個數字哦 因為就剛剛講的說 你的 delta P 跟 delta V 的變化呢 永遠是一個相反的符號 因為呢當 delta P 大於0 壓力增加的時候呢 你的體積變化 delta V 是小於0的 所以說如果直接用 delta P 去除上 delta V 的話呢 你會得到一個負的 Bulk Modules 所以這是為什麼前面要加一個負號 好那這邊就是一個 Bulk Modules 的介紹 但是呢通常你也會常看到的一個物理量去刻畫一個固體的性質呢 就是所謂的 Compressibility 也就是所謂一個物體它的一個壓縮性 那這邊呢我們用希臘字母 Kappa 來代表這個 Compressibility 那壓縮性呢剛好跟這個 Bulk Modules 呢 我們定義上就是一個導數的關係 原因就是說呢 如果今天你的系統的 Bulk Modules 很大的話呢 Kappa 這個壓縮性呢 它就是一個非常小的量 所以當你有一個很大的 Bulk Modules 其實代表就是說你的物體呢 是很難被壓縮的 你必須要提供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壓力呢 你才能夠讓它的體積稍微縮小一點 相反的如果你的固體呢它有一個比較小的 Bulk Modules 也就是一個比較大的可壓縮性 那當然很簡單就是說大的可壓縮性講的就是說 當你提供了一個壓力差的時候 比如說加壓的時候 你會發覺說你的物體呢 它的體積就比較容易產生一些變化 那這邊介紹的 Bulk Modules 呢 蠻特別的 因為呢從剛剛的過程當中 這個操作基本上也可以操作在流體上面 相對於前面的 Sheer Modules 你沒有辦法對流體呢做同樣的操作 但是呢現在呢我們對流體 也可以定義出它所謂對應到的 Bulk Modules 因為你可以問說同樣的液體 如果你突然增加它的壓力的時候呢 那它體積縮小的比例是多少 好所以這個是蠻特別的 那你會發覺呢 對於一個流體而言呢 它的 Bulk Modules 呢 一定是比固體要小很多 也就是說它的 Compressibility 導數而言呢 一定呢是比我的固體要大很多 因為呢你發覺固體跟液體的差別 其實呢你從原子的角度來看 固體呢就是大家排得很好 而且大家的距離比較緊密一點 但對於流體而言呢 你的原子在裡面就自由了 它彼此之間有一個比較寬的距離 所以哪一種情況比較容易壓縮呢 當然就是一個流體的系統 因為呢你現在可以施予一個壓力之後呢 稍微讓這些原子之間的距離再靠近一點點 那但是對於一個固體而言呢 你就必須用一個更大的力呢 才能讓它彼此之間已經穩定的原子間距呢 再靠得更近一點 所以我們這邊前面呢 就交代了這三個彈力系數來 刻畫你一個固體它的特性 那特別講一下就是說 對於一個 Youngs Modulus 而言呢 我們前面用的符號是大Y 那你可能在一些文獻上面呢 可能會看到用大Y來代表同樣的一個陽式系數 那Share Modulus 我們這邊定義是大S 那同時有時候你會看到所謂用大G 或是用μ來代表同樣一個Share Modulus 那對於一個 Bulk Modulus 而言呢 我們這邊用的符號是大B 那有時候你會發覺不同的人 可能會用大K來描述同樣一個 Bulk Modulus 的一個系數 我下集完 我下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